進來有一些 別的客人要進來 我期待的客人 對啊 然後用念力 客人很可憐 可能出現在那個角落 很可憐 客人 來 希望是 客人 來 漂亮 好可憐 你先給他就好 可以 謝謝 大家會有酒嗎 來 擦一下誰 謝謝 RULU RULU 貼身符 回來 這樣比較好看 其實我們這個店是這樣 我們這個店的人情 是 一進來 大家互相認識一下對不對 那自我介紹 RULU請問你三位 自我介紹三位 不是介紹名字嗎 好像 先叫三位 秦秦自我介紹 你好像真的有點矮 可以站起來 你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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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我們跟著站起來 三個是三十二 一二是 然後 三十三 三十二 一如 一如往常 那請問一下 你的心座是 天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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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這樣 我們開店 我們都有一個第六感 有時候你看 剛剛他們差不多一進來 我就 發變 對 他有一個 何醉 何醉 鬧事 你是不是有什麼煩惱 告訴我 鬧事 心事 心事 我其實來這邊有點吃不太瞎 是真的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旁邊坐了 那你內壺先乾了嘛 為什麼 有什麼心事跟我們來講 因為我最近其實在面臨 我想要轉職 想要轉職 你本來是 我本來是 一位 理事 護理師 護理師很辛苦 太累 我知道 而且他只大夜班 因為我兒子是護理師 我兒子是護理師啊 你要是護理師 我媽媽也是護理師 真的啊 你亂 真的假的 真的啦 哪個學校的 我日本的 媽媽 我兒子 我兒子 你連結閉喔 我兒子是他臉戶下的啦 他都會出他小臉喔 哪個學校 我是新生意專的 哦 好 來 坐下 你可以站著 你坐下 請問一下 就是說 你本來做護理師做一做 坐幾年 我在臨床 坐了九年左右 那這什麼原因要轉職呢 因為其實現在醫療的大環境 其實都差不多 不管是面對病患的一些要求 還是抱怨 然後家屬一些很無力等等的 現在環境真的不是很好 對 然後加上輪班的工作責任制是 判別很不 不規律 對 然後也很不公平 對 不公平是最重要的 因為菜鳥都要輪打野 不是 不是 我覺得現在 現在社會很奇怪 像以前 我們到了醫院 看到醫生 看到護士 我們都是很尊重 對 就是請問一下 護士小姐可不可以幫幫忙 現在好像把護士 護士 對 應該的 對 剛剛一句都說 小姐 拜託你 那什麼態度 我也有繳健保費 不好意思 我也有繳健保費 誰沒有繳 誰沒有繳啊 對 老實說 他沒有 我沒有 他沒有繳健保費 他不自費 他為什麼不繳健保費 因為他還不能拿到 他還不是 他沒有拿到 他只是找到一個服務台 在我們這邊 叫 沒有 剛來嘛 那就是要 他現在一心要進入我們這個台灣 不容易 不容易了 對啊 不會 護士 因為我長期都在輪班 輪夜班的關係 所以我身體出了很大的狀況 生活作息會亂掉 不是 你沒有看過一個新聞嗎 那個護理人很辛苦 打著點滴在那個護理台那邊 睡覺 然後又是 點滴自己拔一拔掉 再繼續做耶 我們都是這樣子 好辛苦喔 你那時候整個身體的狀況 是怎麼樣轉變 就是我曾經有一夕之間 然後我的牙齦這邊全部都潰瘍 然後因為之前也有 學姐也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然後他們 有在吃檳榔嗎 不是 他不是太累嗎 太累了 太累了 免疫系很好 跟我一樣 對 免疫系很好 對啊 然後所以最後我才一直思考說 我想要轉職這樣 你這樣做了九年 你想要離職 你總... 你應該考慮很久 我考慮很久 總有個方向 想要轉職 做什麼 其實有參考了很多的職業 那也有很多 之前很幫助我的一些前輩 然後有給我很好的一些職缺 或者是薪水也都還不錯 但是我不想要脫離醫療 或者是護理這個行業太遠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 但是後來就... 晶圓還滿巧的 就是有一個 營養結合運動的產業找上我 因為我本來就是 減重病房的臨床護理師 我都是照顧很大公斤數的病人 你照顧過小哈對不對 小哈太大了 小哈一百多公斤耶 我的經驗曾經是 照顧 一百九十公斤的公斤 一百九 那怎麼... 你怎麼搬 一百九... 你幾公斤 我現在才五十七 五十三個你 四個你 四個啦... 那你怎麼... 然後我又這麼小隻嘛 對啊 真的 連我... 連大人生真的都沒辦法 很辛苦耶 最弱他們有很虛弱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用扛的 用扛 對 用扛的 那肥胖也其實影響了 真的很多健康的問題 那所以我就想要 沿用我的醫療專業 結合減重的這種專業 然後幫助更多人可以改善 因為肥胖 然後造成了健康的問題 那你可不可以當諮詢師呢 譬如有很多人來請教 是 對不對 譬如類似皮泰管理師 或者是什麼 其實那都是我過去的專業 營養師 那這樣怎麼算 對不對 賣便當 幫人家調那個卡羅里 對 你說一個便當多少錢 譬如說你有輕微的什麼 糖尿病 我幫你怎麼樣怎麼樣 真的是醫療師 對 或者說這個吃飯 你有長期不付錢的習慣 我們要怎麼辦 這個要怎麼辦 這個就是要讓你自己有錢 所以你們嚇一些藥 打斷 對啊 打斷 推打斷就對了 這麼恐怖 可是我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吃進去的東西 有些東西它會囤積 就是有的時候 你吃的東西是很健康 而且不會瘦 你可以很放心的吃 這也是要經過營養師 來跟你講 吃得很健康 那不會瘦 對啊 比方糙米飯 就吃很多它都不會讓 不會肥啦 不會長 不會長 你剛剛講不會瘦 不會瘦嗎 對啊 你剛剛講不會瘦 有的時候你吃的東西 是很健康 而且不會瘦 你可以很放心的吃 這也是要經過營養師 來跟你講 不會瘦 不會瘦 是不是 年紀大了 有些東西可以盡量吃 但是不會胖的 風度很好 對 對啦 我覺得其實 你可以走就走 因為現在 雖然說台灣男女肥胖越高 可是現在健康的那種 觀念越來越好 你看這幾年 這幾年其實在台灣 這個運動的風氣 就越來越深 一直突破以前 對 可是很重要一點 他們沒有管到更認識如何健康 其實外面的減重方式 真的是五花八門 對 可是錯誤的方式也有很多 對 然後還有錯誤的觀念也很多 大家都不重視吃 然後其實在怎麼運動 其實都是一樣 對 其實吃跟運動是一定要配合在一起 沒錯 一定要的 對 不要再找我去吃了 吃要吃對啦 不要吃太油啦 對 健康一點的 對 健康一點 你就是 瘦就了不起 瘦 我就吃不胖的 你不是 你是餓壞了 是真的吃不胖的 真的吃不胖 你要看醫生 你要身體應該壞掉 像這種吃不胖 吃不胖是怎麼辦 可以 它是吸收不好 對 吸收不好 因為我們專業 你就是小腸絨毛膜出了問題 對 彈到沒有 這怎麼 我跟小腸 有一個小偏方很棒 你一定要去吃 什麼 吃牛糞 什麼東西 要吃三個月 對啊 會怎麼樣 會就好 就好了 這樣好嗎 聽到沒有 你這樣真的有辦法 轉職成功嗎 亂講 其實我覺得 當然啦 減重 自己的毅力最重要 對 再來就是 其實很簡單 你到底想不想瘦而已 你想瘦 你就會 比如說你跟我講吃什麼 我就會想要這樣吃 對 如果其實你只是 只是為了敢留下 講一講 對 講一講 我為什麼要找你這個吃 對 見完我們去偷吃一個什麼 還不是一樣 對 那什麼 對不對 吃安靜對不對 要見 看能不能 不好意思 怎麼今天怎麼都 滿那個 對 我講到安靜的嗎 對 當然有提到耶 不是 因為現在秋天 我剛好提到 是 好不好 看這麼敏感嘛 對 不要那麼敏感嘛 但是不能到秋天都不能聊了 對啊 奇怪了 不過這樣好不好 希望你常來 好 那我們這個 一有你任何有任何的一些 這個思想上的一些煩惱 對 對 我們馬上幫他撿 這兩位 一通電話 我們都很需要 需要撿肥 馬上就出現在你家 嚇死他 好不好 好 那現在可以請坐 好 謝謝 好 好 好